记者翁玉皇新北报道,新北市平邻茶叶博物馆正展出茶庄茶茶包装美学特展,在西方还不会种茶的年代,从东方运来的茶叶被视为珍宝,只有王宫皇族才喝给起,因此将还没泡的茶叶存放在富有所持的漂亮金属宝盒内。 茶博馆现场展示的注放茶叶宝和精致美观,引发思故忧情,战期即日起至11月11日,茶博馆长刘依如说,茶庄茶茶包装美学特展内容聚焦描绘台湾茶叶包装及层茶器皿,从早期的纸包装可以想见,当年茶叶身价不凡,所以用小包装贩售,一般人才卖得起。 如今茶饮已经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健康及修监饮品,茶博馆从历史人文,造型结构,艺术美学和品牌行销层面,呈现台湾茶装设计的百年风华,并介绍东茶西传后世界茶装的不同风貌,并展望未来茶装设计的想象。 茶博馆展示的欧洲人所使用的注放茶叶金属盒为特别定制品,外壳有精细的花纹,感觉像是珠宝盒,尊贵非凡,却是当时王公贵族用来存放茶叶的注放盒,还富有所持。 显示当时,显示当时的茶叶,必须漂洋过海,物以稀为贵,从旧包装也可看到台湾的茶叶商,因为竞争者变多,所以老字号开始打出独特商标,但当时没有商标权保护,因此商家会在商标旁著名,仿冒者后代男道女超的诅咒语,令现代人看了啼笑皆非。 给视频